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一次的白宫宝座之争可以说是充满了各种的变数跟戏剧性 包括您现在看到民主党换人了 那川普他不断的放话或者是讲到台海关系 这样的说法必须说有一些华盛顿的智库或者是专家就讲了 可能是政治失格并且是变相鼓励台海冲突 包括华盛顿的智库就说如果我身在台湾会严肃看待 这反映了川普是用交易的观点看外交 包括纽约客杂志就说 这个川普似乎在鼓励中国侵略台湾 像这样子的一些话语的的确确对台海对区域的稳定 看似没有帮助而且会加剧可能的变化 日本人也很担心日本的官房长官就讲 不管谁入主白宫都会持续跟美国就台海和平做相关的合作 而现在贺锦丽硬起来了 因为毕竟他现在是主帅了 很可能必须讲因为他还没有正式提名他 可是他很可能是主帅 所以他要硬起来说一些选举的语言 开战川普吗 第一场的造势活动展现魄力 他抨击川普想让美国走出回头路 因为贺锦丽毕竟比较年轻 而且年轻很多 他又健康也比较有活力 所以他在关键的摇摆周他的演说也充满了活力 他说千万不要选这个人 这个人会让美国走回头路 贺锦丽讲我们是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 怜悯法治的国家 还是说你要选择另一头混乱恐惧跟仇恨呢 我们看到这两边 其实某种程度在言语上面的竞争越来越加剧了 而贺锦丽要赢川普不能只光靠年轻 纽约时报就讲拜登主政的包袱 你还是要解决 毕竟你也是副总统 你也有份 纽约时报就讲 民众现在美国民众他厌恶 这个拜登川普 那贺锦丽某种程度来说 尽管他已经是当了三年副总统 可是还是有一点点新鲜人的感觉 那回应对民主党非法移民处理不当偷渡客大增的批评 而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川普跟贺锦丽免不了 也要登上辩论台 而且辩论不止一次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最新的民调已经出炉了 贺锦丽最新民调逆转了 他超车 这个川普 川普阵营说 哎呀 没事啦 一日行情而已啊 等着瞧 还有三个月落后两%来说 必须讲都在正负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的确只能当作参考 而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贺锦丽的网路战力意外的强大 共和党弄巧成拙 冲高了他的声量 因为本来是两个老男人的战争 现在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女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贺锦丽在网路世代 Z世代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吃香 包括你看到了Z世代就力挺她 包括一些网路上的梗图 Kuso的用语 民音梗 现在都是贺锦丽加强宣传的工具 而另外贺锦丽未来 如果假设她当选了美国总统的话 她对中国的态度会是什么呢 一样是强硬的 包括专家就讲 她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是以鹰派以求胜 必须讲她的外交经验不足 那对中国大陆采取鹰派 包括支持南海盟友 向台湾运送武器 提高关税这一些措施 甚至把中国当作头号的威胁 专家预判这样子对她的选票比较有帮助 华尔街日报其实跟贺锦丽也非常的熟 她就讲 这个贺锦丽是典型的加州进步左派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那她跟华尔街 她跟这些所谓的金主们 当然也非常的熟悉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华尔街日报现在在力捧 在吹 在捧这个贺锦丽 她说内政经济确保家户收入 限制租金 医疗保险多出的费用 由调高富人税来收支 那这个过去看到她当副总统的时候 外交政策看不出来 她有什么样的想法 支持拜登的原污政策 可能会嗑哨其求 那她也没有选边占以色列的问题 来 先请教杨永明老师 怎么看贺锦丽 看起来应该是会 轻披战袍出征了吗 这个大概没有问题了 因为现在大概除了欧巴马 或者是一部分的金主 你看到Nancy Perosi 然后250多位的参众议员 加起来也有将近三分之二 陆陆续续都表态了 然后她第一天的募款 来到了8000万后来1亿 那个当然我觉得有人在操盘 所以有人在表态支持她 而且她也打过一次 上一次的全国性的战役 虽然是做副总统 她这一次也是一个副总统的角色 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 因此我觉得大概她要被提名 应该最快是8月7号的时候 民主党可能会用上 网上投票的方式 因为不太可能在19号之前 先举行一个集会 那个19号就不会说再去做投票 8月19号 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等于一个造势大会 要把这个势给造起来 只剩下现在 只剩下103天 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候换柱的时候 剩下90天 其实没有差多少 对 差不多 那你当然 而且你不要忘记 本来的是那个丰功伟业 然后作为长久的参议员 选上美国总统 打败川普的拜登 就他的国内政治跟经济而言 他也做得不差 所以现在在这一块 至少都是败归贺水 对不对 那贺锦丽或者是叫Harris 他其实在经济 在外交 还真的不知道他的立场 以及他是不是真的能够 对这些政策有所掌握 看不出来 论述的能力是不是足够 是 因为你在辩论台上面 你不能一直笑 对不对 所以大陆给他一个绰号 笑王 对不对 那川普是懂王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 会进入到深水区 可是现在当然大家基本上 这个所谓的退选效应 换败效应 那当然就等在贺锦丽身上 不过现在关键是 现在的过来是因为大家反川普 是 关键还是反川普 那能不能把票真的投下去 给贺锦丽 那可能是因为反川普而投下去 这一块其实还是蛮强的 他能够巩固这一块 就至少他在有一些州 民主党这个州 他能够巩固 可是我刚刚看 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的 就是民调逆转 我真的必须要讲 这真的很少数 我看到美国整理 所有的目前做的民调 19到21号 21到22号 这两拨所做的民调 各大概都有个 七 八家在做 绝大部分 贺锦丽其实跟川普 还是差2%到5% 然后就个别的州 宾州 密苏里州 密西根州 米尼塑塔州 都也落后2%到5% 2%到5% 虽然在误差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是 现在他们希望能够赢得的州 至于你再往南部走 那川普还非常的稳 我必须要讲 就算民主党这一次 贺锦丽这一次 拿下了宾州 拿下了密西根州 拿下了米尼塑塔州 加起来46张选举人票 也输 是 也输 很艰难 因为你还要再扩充 北卡 Nevada Arizona 这些州 你才有可能拿到270张票 各位要知道 美国的选举不是靠 这个简单多数来决定 而是每个州 每个州依照人口的 多少张的这个选举人票 所以它会不会是昙花一现 我不知道 我觉得大概等一直到8月19号这个造势大会 你都会看到一个拉锯 它是有一些优势 它是女性 是 它年轻 少数族群 然后它在过去左派的立场上 其实就像比如说堕胎问题 但是大麻也是他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现在加州的那个林元购有没有 游民有没有 就是他在做检察长的时候 虽然不是他提的案 因为那是加州的国会议会通过的 但是他在做执行 他在做说明 他在支持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大概都会算到他的头上 我看到共和党的这些媒体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都是民主党的媒体 共和党的媒体 甚至在讲他过去一些个人的事情 这个事情到选举的事情 通通都会被漏搜 通通都会被拿出来检视 那是不是他将来可以像是一个女欧巴马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贺锦丽呢 这个剧我们还可以有三个月 继续看下去 好 观众朋友您看到的是一个台风的路径图 在我们的挂框右手边 不过要提供您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台中已经宣布了明天停班停课 包括我们看到各个地方政府 现在都在评估放台风架的状况 这个明天看起来还是风强雨季 所以台中市政府刚刚已经宣布了 明天还是照常停班停课的状况 也就是说有两天的台风架 来 宾哥 基本上按照标准应该 整个全台湾应该都会停班停课 理论上是这样子 当然现在白宫之争 贺锦丽因为毕竟他把之前看起来 很 完全几乎没有抵抗能力的 拜登把它换掉之后 好像开始有点起色 可是这个起色真的能够 像露透的民调一样 一瞬间之间就是反超了 还倒领先他2%吗 我个人认为蛮难的 因为我记得我看了一下 露透那个民调好像是19到21号做的 19到21号其实当时还没有宣布说 他要把拜登换掉 所以那个搞不好只是 民主党的一些选民在绝望中 突然之间看到 看到说有一个稻草出来 就先抓得再讲 所以未来还要看贺锦丽 自己本身的表现 当然川普向来 从他以前到现在 他一直有这样一个狂人的形象 他讲话也向来就是 就是非常直接非常伤人 所以你说他经历 说他是用交易观点看外交 这不是很正常吗 川普一直都是这样 他从来没变过 整个世界对他来讲 就是一门生意 只是看他怎么做这场生意而已 所以我觉得 你说他这样讲 就会鼓舞大陆侵略 我也不认为这样 因为他第一任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讲的 其实讲的内容也是大同小异 大陆那时候也没有很想 积极侵略台湾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要看他 真正上任之后怎么做 假设他能够当选的话 这才比较重要 当然现在对全世界来讲 大家都不敢选边站 都是讲说不管谁入主白宫 我们大家都听谁 甚至连我们的赖心得也是一样 前两天有个台湾的媒体说 我们全部押保了川普 然后就赶快被迫 把那篇文章都收回来了 就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可是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讲 虽然大家都在观望 可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 川普的一面是大很多 因为毕竟贺锦丽 在当副总统这段期间 表现真的 并不能说是很突出 而且他左派色彩非常浓厚 华尔街日报其实 这一大篇文章里头都在讲 他怎么样倾向于 左派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现在告诉大家说 你代表自由法治 川普代表混乱仇恨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的美国到底是自由法治 还是混乱仇恨 我觉得对现在美国人来讲 蛮混乱的 恐怕整个感受 跟他所讲的恐怕差距很大 当然他的言论可能可以吸引到一些 精英分子这些东西 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人 可能会重新回归 可是对广大的工人阶级这些东西 他到底能不能够拿出牛肉出来 就要看他接下来的转变 我甚至认为 如果贺琴力上台 他还是延续拜登过去的 这些政策的话 我比较他大概是输定 他在最后这几个月 他一定要推陈出新 因为现在年纪上 他是比川普年轻没有错 可是他能够在行动上面 也比川普年轻吗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重要 因为川普有的时候给人家 感觉他虽然已经快80岁 是活力满满 暴冲型的人 史上第一个被人家打了一枪之后 第二天生龙活虎一样跳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贺琴力要证明 就是你不单纯 只是年纪上比他年轻 你在政策上 在行动力上 都比川普年轻很多 这样子才能够让民主党的支持者 真正的回归 是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再重复一下 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 包括苗栗 包括台中市 包括彰化县 包括云林县 包括南投县 还有嘉义市 明天都停止上班上学 而我们台北市 或者是金融市 这些县市是 今天晚上八点才会宣布 才会做出决定 来 请问将军 停止上班上课 最好的活动就是看新闻大白话 是 是 我们特别要讲说 贺锦丽虽然说 现在来讲的话 生死很旺 他第一场的造势大会 就是在威斯康星州来举办 然后他特别强调 他是检察官出身 然后他以检察官的身份 然后刚好对上川普 他的这种不管是诈气犯 或者是总共背了34条的 这种犯罪的 正在被起诉的案件 然后一直在责备他 就是不管是性虐贷 或者是银行诈气等等 他是用一种法律人 来对付川普 树立这种形象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是 贺锦丽虽然说在短时间之内 有这种昙花一现的景象 可是长期来讲的话 可能不是很看好 为什么呢 第一个如果就民主党来讲的话 这把如果有胜算的话 他为什么是贺锦丽出来 我觉得在川普的 受到枪击之前 那时候民主党里面 要竞争的对手 其实有很多认为 都不认为是贺锦丽 是唯一的选择 包括到纽森 或者是惠特尼 或者这些人的呼声 都比贺锦丽要高 为什么这时候是贺锦丽出来 我个人认为说 民主党是把他拿来当炮灰 反正你也 这把川普可能就 尤其是枪击案发生之后 认为川普就赢定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没有民主党里面觉得说 我保留我自己的实力 在四年之后 我再来对付川普的下一任 共和党的候选人 或许那个时候胜算还大 尤其是后手的这几个人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有机会能够 进足白宫大位的人 每一个都还很年轻 也就是四年之后 他大有机会 他不需要在这个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去对抗川普 反而造成美国的分裂 其实贺锦丽来讲 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短板 虽然说刚开始目前来讲 感觉上面 这个一下子 突然捐款的数目很高 好像昙花一现 突然一下亮了出来 但是长期来讲的话 从今天开始 可能就要接受到 很大一个检验 尤其是说有一些话 已经传出来 比如说是他是最强的小三 或者是说 就刚刚那时候讲的 零元购 就是他搞出来的 甚至于我觉得说 到最后来讲的话 因为他是非一 亚马尔加跟这个印度一的 这种毕竟是少数人数 那会不会白种人的优越感 又开始出来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将来 所要面对的短板 而且在美国 其实女性从政 他有天花板 你看上一次 这个欧巴马 就是不是欧巴马 这个希拉蕊 跟这个川普 在打这个选战的时候 其实希拉蕊 某种程度就碰到了 女性从政的天花板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